前这个大哥偷香肠 尝了一口觉得太难吃 于是一气之下把香肠全丢到了垃圾桶 还写下川味香肠的制作配方留给施主 施主丢了香肠本来非常生气 但是看到小偷写的配方有模子有眼的 就尝试着按照配方做了几根 没想到做出来的香肠果然非常好吃 你自己做的好吃多了 于是施主灵光一省 想到可以和小偷合伙开一家川味香肠店 生意肯定非常火爆 但苦于没有大哥的联系方式 于是施主只能找到警察报警 请求警察叔叔找到大哥 警察办案神速 调查施主家附近的监控后 马上找到了偷香肠的大哥 调查后发现大哥还是个惯犯 经常偷附近邻居家 晒在外面的腊肉豆角等食物 不过施主没有计较这么多 找到大哥说想要合伙开一家香肠店 自己出店面 大哥出技术 再到招工快的五八同城上招两个员工 肯定能赚得盆满钵满 没想到大哥一听这话不干了 直接表示自己宁愿坐牢 也不和施主开香肠店 施主做的香肠料酒放太多 盐放太多 闲得要死 早知道这么难吃 自己当时绝不会痛 而且自己绝对不会和施主合伙开店 因为施主的手艺太差了 和他开店会败坏川味香肠的招牌